传统来说,我们亚洲不同的国家 扮演各个角色是生产而是输出 慢慢你看到我们的经济的转移 就是说我们亚洲的消费能力是提高 也都看到欧美的很多品牌 都开始是要注视到这个市场 所以未来等到经济再度成长的时候 不单止这个地区要输出 这个地区还会输入很多产品 亦都会消费很多产品 对于物流服务商 是有更大的空间 去为他们的客户提供一个优化的空间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很现代的高增值服务行业 我们第一要选择高层次高增值服务来提供 另外我们提供这个服务是帮客户降低它的成本 香港国际机场作为全球领先的货运航空枢柳 令到重要和紧急的货物 例如抗疫物资等等 都可以顺利运到全球各个目的地 为了保护药品免受温差影响 机场采用两种冷链设备 分别是温控集装箱及冷冻拖卡 在运送途中 营运箱会利用温度感应器 时刻监测药品温度 同时冷藏库设置的实时温度监测装置 亦和物业管理系统相连接 以确保在航空货运站处理的药品 受到严格的温度监控 除此之外 24小时清关服务 使药品运送更加快捷高效 我想政府在如何使用这些棕地的问题 那个思维应该有些要改变才行 你在这里很清楚了 我需要发展 我要收回它 我没有办法一换一安排 总之我赔钱给你 问题是否要钱 没有人想要你的钱 他想继续营运 我以洪水桥为例 192公顷的棕地 如果43%要做露天 即大概要82公顷 但你在现在这个规划 预留了24公顷 用来做多层兼露天 很明显是不够 不够那怎么办 这班人无法努力 那么我们又好香港 现在我们在说 这个贸易和物流业 占了香港大约22%的GDP 80万人就业 你怎样解决它日后 你现在将这个物流业杀了它 你日后怎样去照顾这80万人就业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